留在兩項的現場 來看在中華市管頂五個 官大廟文昌甸 今年二月份發生火災 之後說要來頂起 要不等到上級單位的經費補助 中華市公訴是 決定來組行 綜藉來徵修 消息一團出來 很多信眾擁有關心收聽 每個四個月的時間 就收到七百多萬的觀看 中華市公訴 基盤兩項的檔案等 他給明年二月 官大廟就能完成經費 普段有標時 官大廟因為年久失收 原本一定今年二月要來發報經費 想不到官大廟後天 接下來發行大會 經費的經費增加 若向上級新親保障 有充電的團結很久 是公訴全去自己找經費 他還是我們的官庭高職 所以所有的庭署 都要依據我們的文資法 來做一個進行 可以說我們這次也創作 我們在火燒以後 中修的時間上階段 我們每個四個月二十天 我們就來完成發包來檔案 在檔案過程當中 我們特別來注意品質 歡迎我們國內 可以擁有共同來參與 這次有進來參與 檔案登內的副議長徐元榮 在金坤町市工作的割號率 徐元榮也說 所有的議員都很支持 相關議長的分裂 所有議員都非常親切 都讓這個議長通過 所以我欠一些經費 希望一些我們的信徒 可以讓老闆 如果剛才有說過 我們要關一些什麼 都會把他進入裡面 因為關帝廟的經費 壓得不夠 是說所發起人家 壓平出台觀看 大家做回來 為關帝廟的經費 一分力量 每年裡面進行 關帝廟都可以經費完成 大中華新聞 劉西良 中華 蔡航報導